那个是断奶的时候发现了 对的呀 他小时候很好的 他两岁也叽叽喳喳的 也会说说的 几段的话 两岁半到三岁的时候 发高烧 发高烧了吗 他我也不知道 发高烧 这是我们年轻吗 我也不知道 发高烧很正常了 打打针了 掉掉眼水了 吃个药就好了了 对不对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连发一个星期 高烧没退 医生就说了 那要再加一点药 跟我说行的 等药好了 高烧退了 退了我也不知道 干嘛过几天嘛 我就叫叫他 叫叫他 他怎么会不理我了 不理我我就当心了 我就领他去看 医生说 鼻子多好的 就是耳朵啊 不好了 烧坏了 那我说 我这个耳朵好给他吧 我都给他 他耳朵给我 就不是好了吗 一生吵我笑笑说 那怎么可能 不可能了 我那怎么办 那要带助听器 他表示他们带进去吗 难过呀 哎呦 白掉 扔掉 你是不是每次看见 他带个这个东西 就是你只要看到 这东西 你心里就不舒服 那是肯定的 妈好的小姑娘 带个耳朵 带个助听器 我每次在朋友圈里面 看到有一些孩子 就带一个这样的助听器 你就感觉到 每次看到这种图片 你就很不舒服 那咱罢了 对啊 那还得面对啊 所以是你教他说话是吗 是我教他说话呀 你是一开始教他说上海话 还是说普通话 普通话说普通话吗 上海话就教 他会说上海 你会说上海话吗 你别别 你说点上海话 我做的最标准的就是 浓脑就瓦特了 浓脑就瓦特了 你为什么只会这一句呢 因为他平时都会这么说我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孩子呢 有的时候也是没办法 急呀 吵急呀 我说这样子 说一遍两遍说不好吗 我就说你脑子坏的 这样子说说他 是的 他这样子的记住 说坏话的记住 说好话不记住的 也记得住 也得记得住 你有没有想过 再生一个将来照顾他 你有个伴儿 那我想是想过 等我家里人也说要生第二胎 我给他爸爸商量 说还是不要生了 他爸爸说也是对的 我生他第二胎 没有这么大精力 管住他了 说话就 说话说那么流利了 大家你说知道 大家是不是啊 我女儿说话先说了还可以吗 那不错 谢谢大家 谢谢 妈妈是主持人 紧张 我有点紧张 不紧张 不紧张 他爸爸说好 不要生了 那么就一心一意 就管住他 叫他说话 那怎么一心一意 你得上班 我上班吗 后来我就跟他爸爸商量 我上班 下班 我也很累的 我在房子厂工作 房子厂好累的 因为我好累的 还要叫他 那我辞掉工作 算了吧 一心一意叫他 经济压力很大 他爸爸 爸爸一个人工作 工资就 当时就 两三百 两三百块钱 两百多一点 每天买菜啊 买什么 自己要计划好 今天要花多少钱 给他 主食要给他弄好 我们大人嘛 无所谓 随便吃 吃点什么菜 可以了 所以他爸的压力特别大 那是肯定大的了 大了 为了他 为了他有多 我们两个人 白头发 好多好多 都是白头发 没有啊 没看见 朗的呀 一些朗好吃吗 你看不错了呀 我也有啊 你看 我也有白头发 没有 你哪里有 这不都是白头发 我来上个 幸福的乔摩 去朗一下头发 上电台了 他有没有做过什么 特别感动你的事情 他 我自己要感动 我有一次啊 我也忘记 自己的生日了 他给我买了蛋糕 多大的时候 他一时候就上学了 上学给他 以后给他们 零花钱的呀 他舍不得花 就看起来 零花钱 那么就给我买 一个蛋糕 就这样子的蛋糕 买了 买了 我说 今天你干嘛买蛋糕 他说 你忘记了 我说 今天是你的生日 哎呦 我想起来了 对的呀 我自己都忘记了 家里这样子情况 怎么过生日 自己衣服也不舍得买的 你觉得妈妈的生日 对于你来说 有什么意义 妈妈 在我的那一天 是最痛苦的那一天 有多痛苦 你又没生过 就是 不知电视区啊 还有一间电影 他们不知演一个妈妈嘛 她就就 哇啦哇啦地掉嘛 很痛苦的样子 因为我有一个心愿 有一个心愿 先别说 站中间说 来来来 来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讲重拍一部 以自己为原景的 科幻电影 好 谢谢 来 请回 来 回来 为什么是科幻电影 因为我目前 有一个团队 我这几年 进入了一个团队 我找了两个编剧 一个是 听上编剧 是和我一样的一个 它文采特别好 然后我找 我前一段直接 我特意去北京 找了专业编剧 我把我的讲法 还有一间 我想要做的一部电影 都告诉他了 然后他非常的 赞同 非常的支持 所以后来我们已经 把制本也快做完了 差不多是在下个月 可以出稿了 好